那 傅察侍卫人呢 皇上请他出宫办事情了 如今不在宫里头 该在的时候不在 不需要他的烧到处乱晃 天下男人都是一样的没用 茗玉姑娘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难道我说错了吗 现在英洛被罚入新者库 那世人该有的待遇吗 我是怕他有去无回 若傅察侍卫在的话 至少能替他求个情啊 为英洛出事了 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 香囊里面 绣着你的方明啊 快把香囊还给我 你先跟我说 魏英罗到底怎么了 怎么 怎么会被 发出新者库呢 茗玉姑娘 你没事吧 我的腰 我都跟你说了 你骨头脆弱 不要乱动嘛 你 你是不是疯了 茗玉姑娘 这姑娘太凶了吧 吃辣椒长大的是吧 我告诉你 君子也是男人 你错了 你 你 你真是知道如何此善无我 如何羞辱我 不过我告诉你 既然你先招惹了我 我就不会让你通过这种方式来还债 我要让你一辈子欠着 感到良心不安 等你以后嫁给我 我再慢慢向你投债 少爷 你真的认为会有这么一天吗 你不愿意去面圣偶 我不逼你 你要留作新者库人 我等你 等你能抛开恩怨 放下包袱 不管多久 哪怕用这一生 我也会等到你 原来是纸楼 原来是纸楼 你 你回去吧 我走了 还不把衣服穿好 我告诉你 君子也是男人 你错了 你 你真是知道如何此善无我 如何羞辱我 不过我告诉你 既然你先招惹了我 我就不会让你通过这种方式来还债 我要让你一辈子欠着 感到良心不安 等你以后嫁给我 我再慢慢向你投债 少爷 你真的认为会有这么一天吗 你不愿意去面圣偶 我不逼你 你要留作心者酷人 我等你 等你能抛开恩怨 放下包袱 不管多久 哪怕用这一生 我也会等到你 原来是纸楼 你 你回去吧 我走了 还不把衣服穿好 现在 你知不知道你后背 鲜红一片全是烂肉 就算将来痊愈 也会留下一大片黑色疤痕 贵妃娘娘 你可知道 那可是热辣辣的铁水啊 高宁昕你看看你自己 以前那个燕贯后宫的高贵妃 可还有半点从前的风范 干吗这么顶着我 你不是一直仗着美貌 辟逆后宫吗 以后就不同了 不能带着这身疤痕 去侍奉皇上 你只能靠着你高家的恩宠活着 靠着皇上的怜悯活着 还得承受整个紫禁城的鄙视 和嘲讽的目光 是你 是你 这个老奴才实在不经事 不过挨了几仗就什么都说了 陈妃妹妹 你想不想知道她说了什么 嫌贵妃娘娘 是这等雕奴 为了些许小事攀骚别人 但受到质问却又迫不及待地推卸责任 她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哪 玉虎 你可不要不认账 明明就是淳妃 让我去陷害魏英洛的 真的是淳妃啊 你胡说 我们家娘娘和那宫女无冤无仇 为何要诬陷她 分明是你受了他人指使 反而攀咬我们家娘娘 陈妃 你说呢 姐姐 这是诬陷 陈妃妹妹你是怎样的人 我最清楚不过 怎能任由这样的雕奴在这放肆 来人 割了她的舌头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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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付这种乱嚼蛇根 攀咬主子的奴才 只能从严处置 以警效尤 从今以后 再也没人敢以下犯上 胡说八道 攀污主子了 是 谢谢姐姐信任 妹妹你的手怎么这么冰凉啊 刚才下着了 把人带出去 妹妹啊 你素来体弱未害 如今天天气越来越凉 你还是一定要好好注意身体啊 是 这么着急都快送包 皇上恕罪 这个衣服 是那些宫女弄错了奴才的衣服和首饰 奴才现在就换回来 不设拖掉吗 怎么不拖了 皇上 皇上 奴才原来的那些衣服 全部都湿透了 奴才不敢触犯圣言 你过来 这要你过来 这要你过来 帮主 皇后说 朕看中你了 你以为呢 皇上说笑了 后宫美女如云 叉子烟红 奴才促鄙无礼 不过就是路边野花 哪敢玷污皇上的眼睛 朕仔细想想 这后宫 百花气放才是春 乖巧柔顺的美人儿 朕已经看腻了 像你这样的刺头 倒也挺有意思 皇上 奴才 他妈 你不愿意 皇上 奴才只愿陪伴皇后娘娘 皇上 何必为了一时的兴趣 伤了您和娘娘的情分 再说皇上是帝王 富有四海 心胸宽广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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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皇上 一道圣旨 就能招来天下角色 还肥燕兽 应有尽有 皇上何必抢人所难 只会失了皇上您的身份 看来 你是真不愿意的 家雀 如何与凤鸟合群 奴才有自知之明 是 思九州之博大姬 岂为士气有女 朕是大庆的皇帝 九州的主人 天下美人 认真采谢 又何必 为了一个不情不厌的女人 根本毫无趣味吗 是 你是指望朕这么说 告诉你 这是朕 第一次勉强女人 觉得特别有意思 你越是不愿意 朕越是要得到你 皇上 你还要说什么 皇上 其实 刚刚奴才所说 全部都是违心之言 奴才 其实真的很早就想亲近皇上了 只是因为 只是因为后宫美人众多 奴才又出身卑微 根本没有机会靠近皇上 所以奴才 才故意挑衅 剑走偏锋 吸引皇上的注意 如今皇上 如今皇上 真的看重了奴才 奴才 十分欢喜 奴才 愿意侍奉皇上 不过 不过什么 奴才 不愿意做官女子了 奴才 不愿意做官女子了 奴才要做贵人 你的心思倒挺重啊 原来 你一直在等着朕呢 那皇上 您答不答应吗 你这个肮脏的女人 不配上朕的她 皇上 奴才错了 滚 是 我 从今儿起 你就是长春宫 一个普通的奴才 好好照顾皇后 别再心存妄想 朕绝不会要一个 心存不轨的女人 滚 是 是 这么大的喜事 你哭什么呀 不高兴吗 你 你越来越过分了啊 哭吧 如果你还想吃仇 怕热剑 我一爱上 你这叫莹坑 我一爱姹 肯脱了 我一爱上 你不是都看死你了吗 我恨你 好了 我去乱进入 cinq 对我了 见到朕很惊讶吗 凭倩 皇上这样不合规矩 朕怎么做 都合规矩 都推一下吧 推一下 茗玉姑娘 我说你怎么这么没眼力劲啊 走 别看了 别看了 ג Kosel 茗玉 茗玉 来 你们先去别处巡视吧 来 给我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好像犯错了 这世上谁不会犯错啊 不 你不明白 我不明白 你可以说给我听啊 如果我什么都不说 一落年满二十五岁就可以顺利出宫 他这样的人 去哪儿都可以过得很幸福 是我牵手毁了他的幸福 将他一生都困在紫禁城里 是我的错 明月 你是无心的 不 我是故意的 春贵匪处处欺凌 我就是不甘心 想要逃回公道 所以才脱阴落下水 我好碑脸 我是个恶毒的人 明月 你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人 你不要再责怪自己了 我不知道纯贵妃对你做了什么事情 竟逼得你走投无路 不过 以后 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的话 我一定尽力而为 真的 我 我还是不要麻烦你了 我说话算话 倘若你有什么麻烦 随时来找我 我说话算话 倘若你有什么麻烦 随时来找我 你真是不甘心的